各位,上次在那康興雲莊後場的一條冷行仔 在陀貝孫開的那間小客店 有個怪客一住就住了年多,都沒有出過客店 後來陀貝孫就和這個人成了朋友 沒有人客的時候,那個怪客就會找陀貝孫陪他喝酒、聊聊天 陀貝孫也發現這個人認識很多東西 不過這個人有件事始終不肯說 就是他的性命和來歷 有一次陀貝孫忍不住就問他 我們既然都是朋友來,我怎麼稱呼你好 占果欣想想想,後來才笑笑口說 我是個酒鬼,瑜伽巴喚的酒鬼 那你為什麼不叫我酒鬼呢? 於是陀貝孫又發現這個人 實在有一段很傷心的往事 所以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想提 情願將一生埋葬在酒湖裡 除了喝酒之外 這個人還有個奇怪的嗜好 他就是雕刻 他手到整天拿著一把刀雕刻木頭 陀貝孫從來不知道他雕刻什麼 因為這個人這麼久來所雕刻的人像 還沒試過一次是完整的 唉,他實在是個奇怪的人客 怪得可怕 只有時陀貝孫 又希望這個人客永遠不要走 這天早上 陀貝孫起床的時候 發覺天冷了很多 於是就趕快開籠 就找了一件舊棉納來張 這天早上跟平時一樣 生意很淡 幾個趕大車的人走了之後 陀貝孫就搬了張竹椅坐在門口磨豆腐 他坐下無奈 見到有兩個騎著快馬的人 在前邊兜過來 在這條小巷騎馬走過的人不多 陀貝孫不由得望多兩眼 只見這兩個人都穿杏黃色的長衫 前面一個粗眉大眼 後面一個鷹臂如歐 兩個下巴都留著短鬍 看樣只有三十多歲左右 這兩個人相貌並不出眾 只身上穿那件杏黃色長衫就很殘眼 他們都沒有留意陀貝孫 來不中就躲起頭 看圍牆那邊 陀貝孫繼續磨他的豆腐 他知道這兩個人就一定不會來光顧他的 見到這兩個人走過這條小巷 繞了上他前面 不過不用多久 他們又從另一頭繞回頭 還居然在店仔門口落了馬 陀貝孫脾氣怪就是怪些 只說到尾都是開店的人 就立刻停下手 問他兩位 兩位 要不要吃點 喝點 那個粗眉大眼的黃三人就說 就行了 我們什麼都不要 就想問你兩句話 陀貝孫又開始磨豆腐了 他對說話沒什麼引 鷹被餘鉤的黃三人就忽然笑了 嘿嘿嘿 我們就是要來買你的說話 一句話一錢銀 怎樣 陀貝孫是覺得很過癮 好啊 他伸出一隻手指頭 那我眼大大的黃三人就笑了 哼哼 這樣也算一句話了嗎 你做生意有多少巧 陀貝孫就說了 好 這樣也算一句話了 他伸出兩隻手指頭了 那個應避佬就說了 走吧 你在這裡住了多久啊 有二三十年了 你對面那座宅院是誰的 你知不知道 是李家的 後來的主人呢 姓...姓...姓龍...叫...叫龍...龍蕭韻 你見過他嗎 未...未... 他的人呢 出...出...出了門了 一...一年多之前 後來有沒有回來 沒有...沒有... 你未見過他的人 又怎會對他的人知道得這麼詳細啊 是...他們...他們家裡的後屋 整...整天來我這裡 買...燒酒的嘛 鷹鼻腦想了一陣子 這兩天有沒有生寶人來問過你的話 沒有...如果...如果有...我...都怕...發...發了答了 那個大眼仔就說了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就給你發個小財了 說完 他一手就拋了定銀過來 那個鷹鼻腦呢 也不問事了 兩個一起上了馬就走了 一路走 還馬那麼跛高身 看看圍牆入邊 鷹背孫看著手到那塊銀 呢... 今天你又起得多早 酒鬼又少少了 昨晚我喝得急了, 今早就斷了糧了 對了, 今天是甚麼日子? 是九...九月十四 酒鬼白白白的臉上, 起了少少紅雲 就像眼光光的看著遠方 明天就是九月十五了 他這句話問得實在多餘 駝背孫忍不住笑 過了十四, 當然是十五 就這樣了, 那個酒鬼又好像想說甚麼 只嚇一嚇一大嘴, 又像胡亂腰騎騎想咳 一字咳, 一字指在桌面上高七個空酒壺 唉, 駝背孫小就拎頭了 哎呀... 猜猜猜... 個個都好像你這樣喝酒的 不賣酒的那些個個都發了 黃昏時候, 後院棟樓仔裡就著著燈, 那個酒鬼早早就坐在他老地方開始喝酒 今天酒鬼看來似乎有點古怪, 酒喝得特別慢, 那雙眼燈得特別大, 手裡沒有雕刻木頭, 還故意拿著桌面的蠟燭移開另一張桌子 他一直盯著門口, 好像在等人一樣, 但淑時早就過了, 淑時就是現在的七點到九點, 店裡就連一個人客都沒有 好, 駝背孫伸個懶腰, 打著哭怒說 今天看樣子都不肯有人來幫襯, 不如趁早收檔, 陪你喝兩杯 走鬼了, 酒鬼就另一頭, 別急著, 我算過了, 今天有很多人來幫襯你的 大…大…大…大人, 你怎麼知道的 我會算命的 這個酒鬼果然會算命, 還很靈驚 後來不夠半個時辰, 一下子就來了三四批人客, 來喝茶吃東西 第一批是兩個人, 一個是白髮蒼蒼, 手裡拿著煙斗的藍衫老闆 還有一個, 實是她的孫女, 縮著兩條烏髒的大媽鞭, 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 比鞭還要黑, 還要亮 第二批又是兩個人, 這兩個人都是胡蘇勒特, 牛高馬大, 裝束打扮一模一樣, 腰上掛的刀也一模一樣, 兩個的樣子呢, 一個餅印那樣, 那就一定是對媽仔來 來吧, 第三批來的人最多了, 合起來有四個 這四個人, 一個高, 一個矮, 一個紫色臉的年輕人, 肩頭托著長槍, 還有一個呢, 穿著六三六褲, 穿金帶銀的女人 走起路來, 扭著扭著, 在後面看, 就整個大姑娘, 在前面看, 就大個大姑娘的媽媽 駝背孫怕他一不小心, 連腰骨都扭斷了, 一直眼睛睛看著他 後來呢, 就只有一個人來, 這個人是瘦得出奇, 也高得出奇 那塊臉比馬面還要長, 長著手掌那樣大的青字, 看上去都幾得人害怕 他身上沒有配劍掛刀, 腰圍踏踏踏踏拱起一圈, 顯然是帶著條很粗很長的軟兵器 那這間店開了才有五張桌, 這四批人一來就馬上坐滿了, 做到駝背孫就扔轉, 保理大了, 希望明天千萬不要好生意才行 只見這四批人都在喝著悶酒, 很少說話, 就算說, 都是瘦瘦瘦瘦瘦, 死驚人聽到 都這樣, 駝背孫覺得這些人, 個個都顯得有點奇怪, 這些人, 平日就算趕他來, 都不會光顧這些這麼逗乃的店仔 喝了幾杯酒, 那個托長槍的紫面年輕人, 就勺一下勺一下那個媽鞭女 那個媽鞭女也都很大方, 一些都不在乎, 任勺不生氣 嘗嘗一下那個紫面年輕人就小笑了, 哈哈, 這位大姑娘當然是賣唱的了, 是不是 媽鞭女又拎下頭, 紫面年輕人又說了, 哈哈, 那就算不是賣唱, 都會唱兩句吧 只要你唱得好, 那我們是重重有賞的, 媽鞭女又掩著嘴笑一下 嘗嘗, 我不懂唱, 只會說而已 啊, 那說什麼? 說鼓咯 嘗嘗, 那還不錯, 不知道你會說什麼鼓呢? 是不是後花院才子會佳人, 還是宰上千金拋壽球呢? 都不對, 我說的是江湖中最轟動的消息, 武林中最近發生的大事, 包補又新鮮又緊張 嘗嘗, 妙極妙極, 這種事我想在座各位都喜歡聽, 你快點說, 快點說, 快點說 不想看白眼, 當同臉到臉了 嘗嘗, 大姑娘, 說來說去, 你到底想說什麼? 媽變女得嘗嘗一喵, 我, 就算替爺幫嘗? 他眼索這麼喵, 嘩, 那個紫面年輕輕人當同魂拍被勾了去, 魂浪大浪 那麽那個六三女人的臉 摸著一塊塊, 還抄過炒皮金 哎呀, 要講啥就快點講 眉來眼去, 一味拋生吐 媽便女聽到也不生氣, 笑眉眉 既然是這樣, 阿爺, 那麽快點講一段 賺幾個錢喝酒也好 老家那個老頭子又嘮嘮眼 喝了一口酒, 又吃了一口煙, 才滋滋油油話 咳咳, 你有沒有聽過李尋寬這個名字? 那麽除了那個紙面年輕人之外 在場的人, 本來都沒什麼人理這兩爺孫的 一聽到李尋寬的名字, 即時個個耳朵都豎起了 那麽媽便女就說了 嗯, 我當然聽說過了 就是那位仗義疏才, 大名鼎鼎的小李探話了 沒有錯 沒有錯 聽說, 小李飛刀, 黎不虛發 直到今時今日, 還未曾有一個人避得開 這句話不知道是真還是假呢? 老頭子, 整口煙都噴了出來 你如果不相信, 不妨去問問評戶, 白曉生去問問五毒同子 你就知道這句話是真還是假了 白曉生和五毒同子, 難道早就死了? 沒錯, 他們死了, 就因為他們不相信這句話 媽便女就即時伸出來了 嘩, 我才不敢不相信這句話 傻瓜就不相信了 這陣子, 那塊臉上生青智的瘦老鼻歌到陣子 哼, 這樣一聲 不過大家都被這兩爺孫的對答所吸引 沒有人去留意他 只有那個酒鬼就佈在桌上, 好像醉了那樣了 老頭子又吃了兩口煙, 喝了一口茶就接著說了 唉, 就可惜, 好像李尋歡那樣的 英雄浩劫, 現在又死了 甚麼? 死了? 誰有這麼大本事殺到他? 誰都沒有這麼大本事 有本事殺他的只有一個人 誰呢? 誰呢? 就是他自己 媽便女又打個特了 他, 他自己又怎麼會殺死自己呢? 我說他一定還活在世上 那個老頭子一搶牆地嘆口氣了 唉, 就算他還活在世上 都跟死差不多了 哀莫大於心死 可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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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呀, 可惜 唉, 那除了他之外 還有甚麼人可以稱得上英雄呢? 嗯, 你有沒有聽說過阿飛這個名字? 聽說過, 好像聽說過 聽說這個人劍法之快, 舉世無雙 但不知道是真還是假呢? 哼哼哼哼哼, 那以哭的武功又如何呢? 喔, 我知道 在兵器譜裡, 青魔手排名第九 武功, 當然是好事啦 鐵笛先生, 少林心鑑, 趙正義填七 這些人的武功又如何? 這幾位, 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 誰都知道的 阿飛的劍法如果不快 這些人又怎麼會敗在他的劍下呢? 對了對了 那現在這位阿飛的人怎麼樣? 怎麼樣? 是 他又是跟小李探花那樣 忽然見了終職 誰都不知道他的消息 就知道他跟林仙怡同時失蹤 林仙怡? 就是那位號稱天下第一美人的林姑娘? 沒錯 齊, 情是何物, 偏偏世人都為情苦 而且還沒有地方投訴 好了, 那個紫面年輕人聽聽聽 又有點不耐煩 焦了眉頭 嘿嘿嘿, 閃閃小光 燒鬼正傳 老爺, 你先頭說那隻鼓呢? 快點說它吧 那, 在輕雲莊旁邊 突然間聚埋這麼多古靈精怪的人 為甚麼呢?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來 等下來 燙 摁 utilizar añ 針